但如果这五个percent再不能拿掉 我想这个五星价对华英来讲 它只得开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忧心忡忡 面板业进入景气寒冬 鸿海旗下的群创也逃不过 郭台铭自然要扛起责任 亲自向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提出建议 他的面板是一直的盖才能过剩 能不能两岸面板业 大家做一个彼此坐下来做一个协调 他愿意回去安排 不要再去无限制的扩厂 郭董几乎两岸科技业应该要推动零关税 加速货帽谈判速度 否则明年景气恐怕不乐观 看乐观的人很少 看持平的人一点点 看悲观的人是占大多数 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有的共识 尽管和陈德铭会谈内容 不离严肃的产业话题 但是郭董仍然精心设宴款待 将永龄农场的雏娘们从高雄带上来 现场烹煮有机午餐招待 我们有一个农药检验 一下就给检验出来 你都看到那个机器了 检验好以后 你会让他炒给他吃 他吃得很放心 和陈德铭有超过20年的好交情 郭董当然要精心招待 用他在两岸深厚的人脉 稳住事业版图 参选徐生李轩 台北从不到